我朋友說 她之前在飯店吃了大蝦年糕 這道菜以後就想著 太好吃了 自己想在家裡面做 所以想請教美食專家林慧依老師 自己在家如何做大蝦年糕呢 我們趕快請出美食專家 即設計總監 李安電影《飲食男女的美食設計總監》 林慧依老師來幫忙回答 慧姐又見面了 哎 莉亞 最美的主持人 謝謝您 每次都這麼說我 早安早安 那麼在家怎麼做大蝦年糕呢 我覺得你在這個節目在這個時候問的特別恰到好處 因為馬上要過年了 過年不是那個年年糕嗎 大家都要吃年糕 那年糕的話呢 其實吃這個鹹年糕比較健康 因為甜年糕太甜了 那鹹年糕的話呢 在超市裡頭有各種品牌 有一個叫做Pomo One的 是韓國的 我覺得他們那個比較新鮮 大家可以試試看 當然我們也有各種品牌的 那可能泡的時間就要久一點 因為如果你不泡泡水的話 你是炒不開的 那到以後在水裡頭泡一泡 如果買到Pomo One就不需要泡 那這個另外的話 蝦一定要買的比較好一點的蝦 如果你買不到新鮮的大蝦帶頭的話 那你就要買那種不帶頭的蝦 因為這個蝦在買來的過程中 如果他們有經過一種昏迷的藥給它泡水 那它就不會自我毀滅 你沒聽過臭魚爛蝦 就是因為那個臭魚爛蝦 就是因為那個臭魚爛蝦 它不要你 就是它知道它快死了 它就分泌Enzyme 讓它的這個肉越來越爛越泥 越臭 所以你要買到新鮮的蝦 買無頭蝦其實蠻棒的 買無頭蝦 然後買回來之後呢 你要準備一點蔥 薑 大蝦 還有就是年糕 然後就一起炒 那如果味道更香 你還可以加一點洋蔥 紅椒 黃椒的 那這樣炒起來不是更漂亮嗎 那年糕要先泡軟一點 然後就用蔥薑爆香 把這個大蝦放下去 先用一點鹽跟醬油把它炒一炒 放一點酒 除芯 炒一炒呢 然後讓這個蝦有點半熟的時候呢 再把年糕放下去 這年糕因為已經泡過水了 所以放下去以後呢 把它先炒勻之後呢 如果夠軟的這個年糕的話呢 炒一炒勻就可以吃了 不夠軟 還要加水再燒一燒 那這個時候呢 我建議你把蝦先撈起來 讓年糕在水裡頭 把它燒到軟 年糕再下去 那這樣子的話 你讓大蝦再下去 那這樣才可以炒出比較好吃的大蝦年糕 講起來容易 做起來難 要稍微自己實驗一下 不如你就Google一下加州水貨 因為加州水貨 他們的那個大師傅炒的 是我吃的 我覺得大蝦年糕裡面比較好吃一點的 所以你可以考慮 如果你要跟它用買的 你可能比較簡單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Google加州水貨好了 那它裡面又有活跳牆 又有大蝦年糕 什麼張茶鴨 黑椒牛 香檳四季豆加冷排 很多年年菜 滑得來的 這種各樣的年菜 那你就乾脆買它的 你也省得自己做了 因為我想這個要 火候跟時間要做得好可能很難 不知道莉雅在家做不做菜 我不知道 我肯定是去買的 所以我不會做飯 所以像惠儀姐這樣會做飯的人真的是太少了 非常感謝我們的美食專家及設計總監 林惠儀小姐 然後惠儀姐也是祝你虎年大吉 大家都一樣 健康百毒不清 好的 謝謝您